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价方案的类型 评价方案的类型就是说我们按照不同的分类 标准它有不同的分类 总共来说有三种类型 其实有的教材上还可能分成四种五种 我们中心经史里边它分为三种 所以高级引用了它也是按三种 第一个就是独立型方案 还有就是互施型方案 以及混合型方案三种方案 什么是独立型方案呢 就是方案间互不干扰 就是有我有你 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对吧 就比如我们高级经济师 十个专业 这个专业之间没有什么干扰 在经济上互不兴观的方案 选择或放弃某一个方案 不影响其他方案的选择 因此其评价主要是针对 每个方案自身经济效果的情况 进行判断 就是说你如果这仨都是独立型方案 那你自己行不行 就是你自身评价就行了 你自己能盈利那就行 你自己自身不能盈利那就不行 性物之间不影响 性物之间那也就不用比了 就不用由衷选优 这是独立型方案 那么护制型方案 比如我就这么一个地儿 就这么一个面积 我在这上面建一个建筑物 那有空间结构的 有空间结构的 我建空间结构 我就建不了空间 建空间就建不了空间 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 就是这种护制 是指在若干避远方案中 各方案彼此可以相互代替 选择其中一个 就必然奉弃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被排斥 这就是我们护制方案 那么护制方案 它的评价还可以再细分 因为我们一般 进行方案逼选的时候 它默认的就是 比如它 ABC三个方案选哪个好 它就是护制方案 只能选一个 那么它又可以再细分 一个是按服务生命期 程度很不同 我们可以分为 就是其实就是计算期 生命期相同的 也就是这些方案 生命期都一样 比如我空间结构 生命期50年 空间结构也50年 这是生命期一样的 就是不同服务生命期 就是计算期不一样的 你比如有的是30年 有的是20年 这生命期不一样 第三种就是 无限长生命期 就是生命期都很长 或者无限长 比如我们大型的水坝 或者是运河 你看这个京城大运河 多少年了 这是护制方案的再分 按照生命期的程度 还有按照规模 规模不同 我们又可以 形同规模的方案 就是参与对比的方案 具有形同的产出或容量 在满足形同功能的数量方面 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投入都一样 ABC3方案 投入都一样 形同规模 第二是不同规模的方案 参与评价的方案 具有不同的产出量 或者是容量 在满足形同功能要求 数量方面不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项目护制方案比较 是工程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寻求合理决策的必要手段 就是我们评价 重点就是这种护制方案的逼选 这个分类就了解 第三就是混合性关系 这个概念也是了解 我们在众多方案中 有的方案之间并不是完全 有你没我或有你没有我没你 不是这种 独立型的 也不是这个互斥型的 完全互斥型的 方案关系 可能包括这个独立型或互斥型里边的一种或多种 我们就把它称为混合型方案 在方案评价前 分类型方案属于哪种类型 非常重要 因为类型不同 它的评价方法 选择判断的尺度 也就不一样 如果方案类型划分不当 会带来错误的评价结果 第二 独立型方案的评价 那么独立型方案的评价 它就是自己自身 通过自身盈利能力的判断 它可行还是不可行 它不需要跟别的进行比较 那么 这对方案自身的经济情况检验 也就是我们说的绝对 绝对经济效果检验 就是它自己 通常我们独立型方案评价的方法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应用投资收益率进行评价 比如我们的总投资收益率 EBIT 除以我们的总投资 还有我们的资本金净利润率 就是净利润 净利润除以我们的资本金 投的资本金 它们大约等于行业的项目可行 这个就是比如用这个投资收益率 进行评价 当然它是静态的 还有投资回收期进行评价 那么投资回收期的话 我们有动态投资回收期和静态投资回收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前面讲过 它小于等于我们的基准投资回收期 项目就可行 如果是动态投资回收期 它小于等于项目的计算期就可行 按照动态的是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静态的是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好像就是金线值NP位 那么NP位 金线值大于等于零 项目可行 如果小于零 它就不可行 以及我们的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 它大于等于行业的基准收益率 是吧 内部收益率 大于等于行业的基准收益率 项目可行 如果小就不可行 这都是自身自己跟自己比 绝对经济效果评价 这是独立型方案评价的方法 这些个指标的计算 由于我们在前面都介绍了 所以在这儿就不再形式展开 第三 互斥型方案的评价 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 一是 我们在进行互斥方案评价的时候 你首先要进行自身经济效果评价 你比如有甲乙两个方案 甲乙两个方案 甲乙你自己跟自己比 你都不挣钱 那你就不用比了 比如甲 金线值小于零 乙的金线值也小于零 那这俩方案都不行 自己都不行 自己都不过关 如果这俩都大一两 都大一两 那我这俩还要进一步再进行比较 所以它第一步是 考察各自方案自身的经济效果 也就是进行绝对效果的检验 如果可行 我们再进行两两比 第二步是考察方案的相对最优性 也就是两方案进行比了 凌晨检验的目的和作用不同 缺一不可 从而确保所选方案不但可行 而且最优马 那么它的风法 风法就是 比如第二步 就是两个方案 多个方案比的时候 我们怎么比呢 按照投资额大小 由低到高进行排序 因为现在这俩 你就不用排了 如果有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三个方案 那你就按照投资额 由小到高 最小的跟第二小的比 然后第二小的再跟 比如这俩比了一下 把第一个淘汰了 那第二个再跟第三个比 如果这俩比 把第二个淘汰了 那你第一个再跟第三个比 是按照投资额 由低到高 注意是由低到高 进行比 而不是由高到低 就是你要进行排序 然后淘汰 较差的方案 保留较好的方案 再跟其他方案进行比较 直至所有的方案 都经过比较 最终选出最精进的方案 总的来说 互制方案的比较的话 我们第一步就是 先进行自身的 经济效果评价 你自身经济效果 可行的基础上 然后第二步 我进行对比 对比的时候 如果是多个方案 我按照投资额 由低到高排序 然后从最低的 跟次低的比 次低的 这个选了一个好的 再跟下一个 这样 就是一步一步的代换 去比较 我们看一个选择题 进行独立型 投资方案 经济效果评价时 认为方案在经济上可行 能够通过 绝对经济效果检验的条件是 就是 那它肯定是 独立型方案的评价 它不需要比 不需要对比 增量投资收益率 不小于基准收益率 这个增量投资收益率 它是 第一 它是多个方案进行比的 它并不是一个方案比 我们后边会提到 第二是 静态投资回收期 不超过基准投资回收期 那么我们看 能够通过 绝对经济效果检验 那静态投资回收期 不超过基准投资回收期 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方案可行 不超过就是 小于等于基准 投资回收期 就可行 这个算 C是投资收益率 投资收益率为负 那么投资收益率 你为负 肯定是 不行 投资收益率 你按说 你投资收益率 应该大约等于 行业的才可行 你负的话 你还亏钱的 对吧 你的净利润是负的 那肯定不行 D是 增量投资回收期 不超过 基准投资回收期 那么增量投资回收期 它也是互质方案的 逼选方法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 B 答案是B 好 那它主要就是考 独立型方案评价 我们有独立型 有互质型 还有混合型 那么对于独立型方案 可用以下指标 投资收益率 投资回收期 然后经线值 内部收益率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个投资收益率 它也提到了 但是它是负 它得大于等于行业的才可行 所以这个 虽然有这个 但是它这条 它得大于等于行业的基准的 投资回收期 就是我们答案B 然后经线值 大于等于量 内部收益率 大于等于行业 基准收益率 对于这个增量投资 收益率 还有 投资收益率 它自己 都是相对指标 对于增量投资 收益率和增量投资回收期 它都是互质方案 的指标 而不是独立型方案的指标 这个我们在后边 这个就会提到 互质方案的逼选 也就是这儿 那么互质方案的逼选 我们按照考虑不考虑资金的实验价值 又分为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 首先介绍互质方案的静态评价方法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静态方法在我们终极教材里边没有 这个给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 你了解一下就完了 我们互质情方案静态评价方法 是不考虑资金的实验价值的情况下 分析比较最优方案 主要有增量投资收益率 增量投资回收期 还有年折算费用 其实就是年费用 还有总费用 这么四种方法 比如我们这儿 一二三四 如果他说这四种方法 你要注意 首先注意是他们都是静态的 没有考虑资金的实验价值 第二 他们属于互质方案的逼选 而不属于独立型方案的逼选方法 这个要知道 好 我们一般考的话 你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知道 这四个名字告诉你 你知道它属于静态的 第二 还要知道属于护士方案 逼选 他一般考就这么考 或者是不考 我们看 第一个就是增量投资收益率 增量投资收益率 怎么理解呢 大家想 我们买一台车 或者说买一台设备吧 如果他出的投资多 一开始买的这个设备就好 那么他经营成本就少 就是维护费用就少 如果他出的投资少 你买的设备不太好 那么他维护费用就比较高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假设 这个I1 I2 他就是我们的出的投资 然后 CSEA是我们的经营成本 我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甲方案 他出的投资是100万 他的经营成本是5万 这是甲 然后买方案 他是出的投资 比如出的投资少 买方案他是出的投资80万 然后他的经营成本是9万 那你想 我甲跟买来比一下 我甲投资额增加了20万 那就是我投资额增加20万 就是分补 也就是说 100万减去80万 投资额增加20万 然后我导致经营成本 结合了多少呢 9万减5万 那我们看 就是说 这个9减5就是4除以20 4除以20 那算出来是20% 20% 对吧 那我增加了20万的投资 带来的收益率 就是20%的收益率 这是你增加投资导致的增量投资的收益率嘛 那么这个增量投资的收益率 如果大于基准收益率 越大越好 就是你增加的20万投资 带来的收益水平比基准的社会平均水平要高 那么他就好 那么投资额大的方案可行 投资的增量 完全可以通过经营成本的节约得到补偿 就是这意思 那么反之如果他小于基准收益率 小于基准收益率 那就投资额小的方案好 投资额大的就不好 这是增量投资收益率 我们看一个例题 比如有甲乙丙丁三个方案 四个方案 是吧 投资额和年金成本都给我们了 你看那这四个方案里边 我们已经 首先 把排序 投资额由低到高 甲乙一样 丙丁一样 那你看甲乙啊 我先从甲乙选一个 你想甲乙 你这个投资额一样 但是你经营成本肯定低的好啊 所以我肯定第一步 能把乙排除了 是吧 你投资额一样 你经营成本高 把乙排除了 然后再把甲跟丙 甲跟丙这个经营成本一样 那肯定投资额少得好 那也把丙排除了 那接下来我就甲跟丁 甲跟丁来比 然后告诉我们基准收益率是10% 采用增量投资收益率 进行比较 选择最后方案 那你看丁 丁我分母 处置投资1000 减去800 然后我经营成本节约的 经营成本节约的是100减70 那就是30 这个分子 然后分母是200 这样你就能算出 它的收益率 你算出收益率之后 我们看这个一比 就是3除以20 那就是15% 15% 好 15%就是说 我增加了200万投资 它的收益率是15% 那比基准收益率是不是高啊 15% 超过了基准收益率10% 那就是我增加了这个投资啊 比社会平均水平的收益率要高 那投资额大的就好 采用 那么我们采用哪个方案 肯定是丁 所以这个就应该选D 丁方案 这就是增量投资收益率 它的计算 第二增量投资回收期 增量投资回收期 跟增量投资收益率完全一样 只不过就是倒数关系 我们用经营成本的节约来补成 增量投资的年限 当各年经营成本节约 C1减C2 基本相同时 其计算公式 我们看 这是增量投资的回收期 这是你投资额 我用多的投资额减去少的投资额 那你多的投资额 你这个R你投资额多 你的经营成本就少 然后R1我投资额少 我的经营成本就多 这一除就得到了 你比如我们还是刚才那个意思 比如方案1 方案1 它的出入投资是100万 它的经营成本比如是10万 方案2 方案2比如我投资额多了 我投资额是110万 然后我经营成本肯定少了 我经营成本比如是8万 好 那我们算它的增量投资回收期 那我们就是用110减100 110减去100 除以什么 除以我们经营成本的节约 这个就是C1减C2 也就是10减8 10减8 那么这就是10除以2 10除以2 然后算出来就是5 就是我增加这些投资啊 5年就把它收回来了 如按年算 是吧 也就是当得到的增令投资回收期 小于基准投资回收期 我们说投资回收期 肯定越小越好嘛 如果小于基准投资回收期 投资额大的方案可行 反之如果增令投资回收期 如果大于基准投资回收期的话 那投资额小的可行 反之投资额小的方案可行 所以它增令投资回收期 跟增令投资收益率完全一样 就是倒数关系 第三年折算费用 运用年折算费用法 只需计算各方案的年折算费用 也就是将投资额 用基准投资回收期 分摊到各年 就是算年费用 再跟各年经营成本相加 那么你看这 这是我的投资 除以我的基准投资回收期 就是分摊到每一年 再加上我们的年经营成本 就是年折算费用 我们根据年折算费用 选择最小者 年折算费用最小的 就是我们的最优方案 这个跟增令投资收益率 结论是一样的 年折算费用法计算简便 评价准确直观明确 这个是我们的初次投资 除以你的一个回收期 投资回收期 这个跟它一样 只不过我们这个IC 跟你这个投资回收期 正好是一个倒数关系 我们看一个例题 某工厂有甲乙饼丁 四个方案 四个方案 投资 一次是60 80 100 120 他一定给你 从小到大排序了 年月完费 一次是16万 13 16 各方案 这个应用 环境相同 基准收益率 这个是基准收益率 80 就相当于我们这 SA 基准收益率 这是你的初次投资 则采用折算费用法 选择最后办案 折算费用最小的最好 你比如方案1 你的折算费用就是60 乘以10% 再加上你每年的经营成本16万 那么这个就是6加16 就是22 就是22 然后你这个方案2的 你就80乘以10% 加上你13 13 那就是8加13 就是21 然后方案加以饼 饼的丁的也都能算出来 那这个计算过程 我们看 这是甲的22 这是乙的21 然后这是饼的20 丁的算出来了 然后算出来之后 你看这个最小的 甲22 乙21 饼20 然后丁18 丁最小 所以我们应该选丁 是吧 选丁 答案就是A 这是折算费用 折算费用最小的最优 第四 综合总费用算总费用 方案的投资 跟基准投资回收期内 年经营成本的总和 这个年经营成本的总和 把它算出来 那么我们看 就是你的总费用 当然这个前提是收入一样 这是你初始投资 这是你年经营成本 年经营成本 乘以你的投资回收期 就是 其实就是 这个过程 就是你的 无用费用之和 加上你的初始投资 就是你的总费用 那么显然 综合总费用 它就是基准投资回收期内 年之段费用的总和 年之段费用的总和 在方案评业时 总费用最小的方案 最优 这是第四个 综合总费用 其实就是我多个方案 它没有考虑收入 或收入相同 在这个前提下 总费用最小的方案 最优 我们静态评价方法 仅适用于 方案的出评 这句话要知道 静态评价方法 仅适用于出评 或做辅助评价 采用 并不是我们的主流 其实就是这意思 这个地方 大家又有所了解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重点 是动态评价方法 护制方案的 动态评价方法 那么动态评价方法 它跟静态评价方法相比 它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要考虑 这个折来折去 资金等人计算 那么在动态评价方法里边 我们主要有 竞现值法 还有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法 以及净年值法 主要有这三种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一个选择题 在评价投资方案 经济效果时 那么与静态方法相比 动态方法的最大特点是 那么动态方法的最大特点是 考虑着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个是 是用于投资方案的 粗略评价 这个不对 静态的 它才是处理评价 C是适用于 逐年收益率不同的 投资方案 这个也不对 D是反映了短期效果 这也是静态 所以这个最大特点 就是考虑着资金的时间价值 我们答应该是 A这个选性 那么动态评价方法 我们又分为计算器形同 和计算器不同 两种类型 因为这两种类型 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看计算器相同的 互质方案的笔选 我们可以用 经验值法 内部收益率法 还有静态值法 静态值法 对于我们互质方案的评价 首先剔除 静态值小于零的 因为静态值小于零 它独立方案评价 它就不行了 它就没有盈利能力 你先把它淘汰了 然后剩下的我们再比 也就是进行方案的 绝对效果检验 然后对所有 经验值大于等于零的方案 比较其经验值 怎么比呢 还是排序 投资由小到大排序 选择经验值最大的方案 是最佳方案 它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么我们用静态值法 进行多方案 比的时候 前提小件一定是 生命期一样 在这个生命期一样的前提下 静态值 首先要大一等于零 然后大一等于零之后 静态值最大的方案 最佳 是这意思 那这个就是我们 静态值的计算 是吧 这个前面咱们 已经列表给大家 算过静态值了 应该不陌生 在计算期相同的时候 当每年收益相当 那么你想 每年收入相当 我们收益相当 就是流入相当 流入相当 那么我们要考虑静态值 静态值是 它流出不一样 每年的流出不一样 那我们可不可以 不考虑收入了 把这个扔掉 然后只考虑费用 把费用都给它折到限值 就是费用限值 这样费用限值 它最小 费用限值最小 其实就是 它静态值最大 大家想 静态值是用 流入都折到这 流出都折到这 然后流入减流出 就是我们的静态值 可是现在我不 流入 这些方案流入都一样 我只考虑流出 那流出最小的 流入都 流入一样嘛 流出最小的 它的静态值就最大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比较 费用限值 费用限值最小的方案 最优 有这样的方案吗 有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要建一栋楼 在这个土地上 建这么一栋楼 这一栋楼都能满足用户需求 收入多少不知道 都能满足需求 那我们肯定 就是费用最小的方案 最优 收入一样 我就不考虑收入了 我只考虑费用 只不过我考虑的资金 实验价值 费用价 我把它都给它 折到七出 就是费用限值 也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个 收入一样的情况下 费用限值最小的方案最优 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 收益相等 如果每年的收益不相等 你能不能说 费用限值最小的方案最优 不能 也就是说 这个费用限值最小的方案最优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 生命期 或者叫计算期 相同 第二 收入 相同 两个相同 费用 如果计算期一样 收入不一样 我们应该怎么办 净现值最大的 最有 这样去判断 这是净现值法 大家要理解 很重要 我们看一个真题 这是2020年的一个真题 等可供比较的互质方案 生命期一样 这个就满足 生命期相同了 每年收益相当 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 或者说相差不大 以采用笔选的方法是 注意 净现值法 能不能用啊 肯定可以用 如果用经验值 是不是经验值最大的 最好 最大最好 这个可以用 投资回收期法 这个不能用 内部收益率法 这个也不能用 然后费用限值法 这个也可以 对吧 那就是A和C都对 A和C都对的话 谁最好 那就是 就是说我们的单元题啊 它并不是说 选对的 它是选最好的 那这个答案应该是 费用限值 就是我们费用限值 最小的方案最有 我就不用考虑收入了 对吧 收入的因素就剔除掉 所以这个答案 最好的就是选C 我们正确答案就是C 好 第二个就比较困难了 比较难 是一个难点啊 它是一个难点 这个地方 并不是重点啊 注意并不是重点 所以你在学的时候 你就 能理解就理解 实在理解不了 你就知道 我们 在 互制方案 互制方案 逼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有 有一种动态方法 叫做增整投资收益率 你就知道这个就完了 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法 是指两个方案 各年 它的各年 净现金流量的差额 其实就是 方案一的建筵流量 跟方案二的建筵流量 把这俩再做减法 再做一个减法 方案一减方案二 方案一个年的建筵流量 减方案二 各年的建筵流量 一减 之和等于零时候的 折现率 这就是我们的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 它的概念 根据互制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并不一定能够选出 经验值最大的方案 并不一定能选出经验值最大的 因为经验值相同 但分布状态 不同的两个现金流量 也会出现不同的内部收益率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例子 有两个互制方案 也就是方案一跟方案二 其减限量流量如下表 基准收益率告诉我们的是10% 用经验值法 还有内部收益率法 进行方案评价 零 这是一开始的处理投资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各年的这个方案的减限量流量 这个叫减限量流量 就是留了点留铺 都给我们了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 减限流量 我们就能画出这么两个图 横轴表示我们的折限率 纵轴表示我们的经验值 先把这个横轴纵轴给大家 然后我们画出 这个是方案一 方案一 然后这个这条线是方案二 这条线是方案二 这个是这条线是方案二 这条线是方案一 那么我们 你比如说方案一 方案一你的内部收益率在这 方案二的内部收益率在这 我们说内部收益率 大约等于基准收益率可强 那越大的越好 如果从内部收益率这个角度 方案二比方案一好 对吧 但是从经验值的角度 我们如果从经验值的角度 经验值的角度 这个比如是基准收益率 那我们看方案一 这是方案一的经验值 这是方案二的经验值 从线线值的角度 np为一 它是不是大于np为二 你从这你看 这是np为一吗 这是np为二 那么从这个角度 就是方案一 方案一好 如果从内部收益率 二大于内部收益率一 那么方案二好 对吧 方案二好 这个结论就不一样了 那么 那么这时候我们 这会产生矛盾 就不能用这种方案比 我们应该用 增令投资 内部收益率来比较 我们看 内部收益率比的话 那么方案二 优于方案一 而用基准收益率 等于10%的时候 方案一 它的经验值 大于方案二的 方案一又优于方案二 这就产生矛盾 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就需要考虑 方案一比方案二 多花了投资的内部收益率 就是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 如果这个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 大于基准收益率 那就是说 我增加的这部分投资 所带来的收益率 比基准收益率多 那就是我值得增加 我多花了这个钱 能比平均的要高 那我就应该选择投资而大 增令内部收益率 就是方案一的建议值 跟方案二的建议值 这两个建议值 相等的时候的折现率 这就是增令投资 内部收益率 通过计算 至于它的计算 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考试肯定不会考你 这个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的计算 这个不会考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原理 选择题里边可以问这些原理 本地题的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 算出来 这个计算过程你就甭管了 算出来是18.41% 那它大于基准收益率10% 对吧 所以投资额大的方案好 方案一为优选方案 它的投资额大 好 这是这儿 那么应用增令投资内部收益法 进行比较的步骤 第一步 计算各个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就是独立型方案的评价 然后各个方案的内部收益率 跟基准收益率比 先把比基准收益率小的淘汰了 也就是说 你的内部收益率小于基准收益率 那么就会淘汰 然后第二步将增令投资收益率 跟基准收益率比 把这个大的 就是内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的 我们按出入投资 由小到大 还是由小到大排序 这个还没有考虑增令的内部收益率 就是把独立型方案评价后的 凡是大于基准收益率的 把它们列出来 然后排序 由投资额由小到大排序 第三步 按出入投资额 由小到大 依次计算 星林两个方案的增令投资 内部收益率 如果这个增令投资 内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 说明投资额大的 优于投资额小的 那我就把投资额小的排除掉 我再接着跟下一个比 保留投资额大的方案 反之 如果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 小于基准收益率的话 我就保留投资额小的方案 然后再跟下一个去比 直至每一个都这样比完之后 最后留下的这个方案 就是最有方案 这是我们增令投资内部收益率 它的一个计算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세ians